睡觉太晚起床了 早餐午餐都在 有包子还有另外那两个应该是鸡蛋 然后这边有个苹果 还有午餐 苹果 昨天的苹果我还没吃呢 因为有点不想要洗它 然后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今天这个应该不是汤来的 不知道是什么 都凉了 但没关系我可以当做是吃凉菜 哇今天好大一盘菜 这边不知道是什么 蒸蛋 这个应该是洋葱猪肉吧 我觉得这一个真的是太开心了 因为好大一盘菜啊 太好吃了 菜真的好好吃 哇这个蒸蛋好吃 白米饭 哇今天的白饭有惊喜 一美一人 这去水肿 好吃啊 平时呢 我吃饭肯定就是吃锅 吃完 但是我觉得呢 隔离期间没有人跟我聊天啊 我就趁每次吃饭的时候跟大家聊天吧 其实有时候我很喜欢吃菜 有时候不太喜欢吃菜 看心情 像现在呢 我一心一意想要过健康生活呢 我就觉得 青菜实在是太好吃了 重点是以前我减肥的时候呢 无油无盐无味精 一点点调味都没有很难吃 那现在人家给过来的这个菜呢 就放了一点点油 有放盐的 好好吃的 其实我觉得一点油也是可以的吧 因为有一点点油的时候 你的皮肤才会好 当然啊 要看是什么油 还是有分好的脂肪跟不好的脂肪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隔离期间啊 就不要要求这么多 而且它也没有到很油 所以我也不去追究是什么油 好吃 哎 因为现在我们住的地方没有空调呢 所以就算现在吃的东西都已经凉了 还是觉得是好的 好好吃啊 你们有没有常常觉得我都在穿一样的衣服 我家睡衣就那几件 隔离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so far so good 开心积极的感觉 其实啊 你看这个蒸蛋 下面有一层肉 蛋白质 青菜 就是纤维 碳水化合物 再吃一点点饭 这一餐其实还挺均衡的 而且大家知道吗 洋葱啊 哇全宇宙最健康的其中一种食物 虽然好像那个酱汁有一点点多 我会怎么做呢 这一盒白米饭我肯定吃不完嘛 就放在我不吃的那一半上面一直硬它 然后那个饭帮我吸收一些我不想要吃到的酱汁 以前我就很极端 有一个白开水在旁边 涮一下涮一下 把所有的味精啊调料啊油啊涮走 但是我觉得人生这样实在是太无聊了 你吃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味道 慢慢你的生活就会变成你吃的食物一样 没有味道 蒸蛋 早餐那里也有个鸡蛋 好像还看到两个 那我一天不是吃了三个蛋吗 好像有一点点不对 胆固醇会过高 我可能要把鸡蛋存起来 毕竟我在这边呢 虽然有一些零食 但是不到急需要吃零食的情况下 我还是吃健康一点 可能把早餐的鸡蛋存起来 然后当做是宵夜的零食 我们来看看早餐 今天的早餐 哎呀 原来我智障了 原来我所看到的鸡蛋颜色的东西是一个面包 根本就不是两颗鸡蛋 以为那个颜色肯定就是两个鸡蛋了 结果不是 是一个甜甜圈 还有一个酸奶 深受打击啊 现在 哎呀 真的有一颗鸡蛋 但是这个鸡蛋扁了 我的这个 纯鸡蛋当零食的计划 好像梦碎了 哎 你看破成这个样子 原型的这个鸡蛋 但是破鸡蛋也可以吃啊 你看茶叶蛋不就是破鸡蛋吗 你知道其实昨天晚上我五六点就已经热腾腾的把那个晚餐吃完 所以其实昨天到了十一二点的时候 我超饿的 然后呢 我又有泡面在生 所以我其实昨天很想把泡面吃了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意志力惊人 不是说完全不能吃泡面 任何食物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零食啊 方便面啊 甜品啊 任何的东西你偶尔吃一吃都是ok的 但是呢 有时候你知道如果你很想吃一个东西 你可以对付你的大脑就是用拖延政策 就跟你的大脑说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明天吃 你的大脑就不会觉得你在拒绝它 你也有动力 等一等 到明天的时候你再跟你的大脑说 再等一等 明天吃 这一招好啊 终于把菜和蛋都吃完了 还有一点点油肉跟这个榨菜剩了 以免不食之需 让我就留着 午餐结束 再见 拜拜